桃園街頭發生了打架糾紛 一名騎士準備要停車時 差一點被輛汽車撞上 兩人隨即是爆發了口角 隨後演變成了肌體衝突 汽車駕駛還拿出了手電筒攻擊騎士 警方突破到場發現 這兩個人身上都沒有傷勢 隨後也將他們以違反是違法 移送法辦 兩名男子在超商前 上演全武行不顧一旁 車來車往 繼續在地上扭打 一名男子一度被駕住 動彈不得 打架打到口罩都飛了 駕駛返回車上拿出手電筒 做事要攻擊 牛娜糾紛被民眾直擊 事發桃園大關路一間超商前 18號早上7點多 當時夜姓駕駛準備倒車 沒整到差點撞到彰性騎士 兩人因此產生口角 隨後引發肢體衝突 夜姓駕駛還拿出手電筒 攻擊對方民眾報警處理 大馬路上大打出手 雙方事後被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送進警局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雞姊駕駛就想討厭報導